我要去找爷爷 我爷爷租了别人的奶茶车 今天开始卖奶茶了 要是卖得好 以后就不用收费品了 那以后你爷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同学们同学们 就准备爷爷今天奶茶摊开业 我们去捧场好不好 好呀好呀 香了呀不 免费品尝了 免费品尝了 哇好香呀 停停停 你们买不买呀 不买就别吃了 没看见上面写着免费品尝两块 第三块可是要收费了 好了好了别吃了 我们还要留着钱买奶茶呢 爷爷爷爷 我同学们来了 爷爷我们每个人要一杯奶茶 好好好 爷爷给你们便宜两块钱哈 八块钱一杯就好了 肚子好疼啊 你们怎么了 快小豆快用我爷爷手机打120 然后再给他们家长打电话 好的 小美妈妈说 小美大白质过敏 不能吃牛奶制品 然后 猴子和金鸣妈妈说 让我 让你干嘛呀 让我看中卖奶茶的人 他们说 他们一会就报警 还要让你爷爷 赔医药费 啊 医药费 爷爷怎么办呀 嘿嘿 真的赔多少医药费呀 我200块还没卖到 我没钱呀 不会不会 不会是我们奶茶的问题 我们奶茶配料新鲜 干净卫生啊 小美 祝爷爷 你们别着急 让我们评评里社团来帮你 强强你查一下 蛋白质过敏的症状是什么 好的 强强百科 最强盲者 蛋白质过敏的症状 有呕吐 肚子疼 和他们三个狠像 那会不会嘴唇发紫呢 一般不会 嘴唇发紫 大多数是中毒的症状 中毒 哎呀 怎么会中毒呢 我的奶茶里面 怎么会有毒呢 希望他们没事吧 我们一定要查清楚真相 祝爷爷 你的奶茶配料表 给我看一下 你看看 奶精 糖 咖啡因 蛋白质含量 基本没毒 原来奶茶里 没有牛奶成分呀 所以他们应该 不是蛋白质过敏 如果是中毒的话 我们所有人 都喝了奶茶 为什么我们几个人 没事呢 除非 他们吃了我们 没吃的东西 就是 鸭脖 可是我记得 袍子没有吃鸭脖呀 我们刚放学就来了 大家都没吃其他东西 那只有一种解释了 袍子偷偷吃了鸭脖 不会吧 袍子偷吃鸭脖 不好 卖鸭脖的要跑 警察叔叔 快拦住他 不能让他跑了 有人报警说 这里有人卖问题食品 是的 我同学他们 吃了鸭脖 和喝了奶茶之后 被送医院了 快小道 我是小美妈妈 这三个孩子呀 是亚硝酸炎中毒 已经没事了 亚硝酸炎中毒 阿姨 你能不能问问袍子 有没有吃鸭脖 袍子说 他第一个过去 拿了一个鸭脖吃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 不知道 只能品尝两个 知道了阿姨 警察叔叔 我的三个身边的同学 都吃了他的鸭脖 所以我怀疑 他的鸭脖有问题 说吧 怎么回事 我 我为了让鸭脖 更鲜红好看 加了过量的鸭硝酸炎 就是他 我家里人 吃了他的鸭脖 中毒了 赔钱赔钱 赔了 钱没赚到 本钱都赔美了